未雨绸巫 真是抵赞 你现在一个月有三千元人仔的 中国大陆的退休金 所以未来的这段影片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跨境医疗养老一定是一个趋势来的 到了2024年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在香港、深圳、成都 还有台北、台中都看过医生 因为我都住过颇长一段时间这些地方 我会比较两岸三地不同的医疗系统 和成本很重要的 成本都很重要 和体病的经验 体验都很重要的 还有跟大家分析一下 新闻套戏刚刚讲的 关于跨境买药的这个案件 和东章西弱里面 有很多关于香港医疗保险陷阱的报导 我们现在去片 我自己去过缅甸很多次 很喜欢这个很纯朴的復教国家 不过现在就很害怕 因为有KK圆区 还在不断扩大区域 我以诈骗网站防不升防 随着网民越来越重视 网络安全和私隐 VPN就大行其道 早前香港消费会 测试了市面不同公司出品的 VPN服务 原来不同品牌 质素相差很远 有些开了之后 网出得到声称的15%以下 我自己用的这个就是LotVPN 在消费会的测试中间 拿到总评分的亚军 上方的出道是五星星 功能都是五星星 使用方面程度是四星半 指缘战用是五星 网络安全也都是五星 也是满分 最棒的是跨地位限制方面 无论用户身处本港或外国 都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网页 和不同的串流影片 如果你追求性价比高 追求稳定出道安全连线的VPN 试试这个LotVPN 而且月费也很便宜 24港元起 现在使用我的独家优惠 还有超值的优惠 还送给你4个月的免费使用 连接就在影片说明署 Hello 大家好 我是韩明新 上星期我拍了一条片 就是说两送饭的价钱 说着月供四十元 去买到医疗补 而香港人月供六十元 可以享受到深圳的终身的退休金 引起了轩然的大波 很多人留言 有些人留言就是 大陆不了 一说到深圳的医疗 觉得无可能 完全不信任大陆的医疗 设施和医疗的机构 也都觉得四十元 无可能这么大支架 除街条 因为他在付4千元 买到香港私人的 CEO的医疗保险 不过 这个有一个盲点 用着香港私人 盈利的保险公司的衣补 去比较大陆政府 津贴的一个福利 政府的一个福利 是国民的福利 那当然无可能比较 产品和苹果 你觉得无可能这么大支架 除街条 还有这些持负面的态度 我想很多人没有去过深圳 或者没有去其他地方看过医生 不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我们不是说以前那个年代 有病 病了的时候 如果你有钱要买保险 就去养和 没有钱没有买保险 就去政府排队 不是那个年代 现在2024年 香港不是一个孤岛 已经世界变了 因为到了2024年 大家知道 其实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已经是三米煮成熟饭 大家都去深圳 惯了去深圳吃这个 泰逸酸菜鱼 真好吃 那只酸菜鱼 椰子鸡 又好吃的 去福田口岸 浸汤旗温泉 很漂亮的温泉 有没有想过 连我们的医疗服务 我们病了的时候 去看牙吧 说话最重要是牙力 看牙筋要紧有实力 其实 大家知道 今天星期开始 今天开始 政府宣布 可以用我们香港的 长者医疗券 去深圳看牙医诊所 有三间牙医诊所都可以看 总共有七间 位于大湾区的医疗机构 纳入了长者医疗券 的大湾区试点计划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人版 我自己在大陆出生 我15岁才来香港 然后在香港读香港大学 和香港中文大学 然后出来社会工作 我在92年毕业 我出来社会工作 在富士菲林打工 然后更加长的一份工作 就是Sony 我在Sony做了15年 到了42岁时 我才才财务自由 开始财智 现在叫做 提前退休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是旅行 还有拍片 写稿 写书 疫情的时候 然后我去台湾 旅居了三年 我住了台北 新北 和台中 我住得最久 所以我有两岸三地的生活 医疗 看病的经验 为什么说香港不是一个医疗的唯一选择 我不否定 香港依然都是医疗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譬如我今次看 我今次视默默脱落 我也是香港医的 是香港私家医生医的 他们的质素是相当高的 为什么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现在多了一些 室备 plan 我经常都觉得可以共存的 你不是说买了深圳的医保 还是断了香港医保 No 你买了香港医保 都可以保持深圳的医保 你买了香港医保 如果你可以买到台湾的健保卡 但你会用到台湾的健保卡的话 都可以继续多一个选择 好像曾志偉那样 他之前我在台北的医院 撞到志偉哥 他是做这个手术 不是 微床手术 他是大腸癌 跟我爸爸一样 大腸的瘤 我做的手术都是用台湾的健保卡 所以其实你没有做井底之话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 我一定要在香港 做完所有看病的 我不是私家就是公立的了 你还有第三个选择 为什么不一定是香港呢 其实最关键的 我觉得香港的医疗质数 相当高的 两岸三地里面 分分钟是最高的 因为我会分析一下 因为我同时在两岸三地 看过同一个病 我稍后会分享给大家看 我觉得香港的医疗水準 应该是最高的 没得说 不过价钱是最贵的 因为为什么呢 没得好说 OK 给大家分享一个资料 Business Digesty 是2023年公布的 全世界最多医疗富豪的城市 香港是排第二名的 因为香港这么多医疗富豪 仅次于纽约 所以香港有这么多 星球人、月球人的医生 香港医疗成本这么贵 是因为香港住在半山 和山顶的很多富豪 他们或者好像何鸿燊 他给得起数以亿计的 私家医院的费用 或者是私家医生的费用 所以香港最最高的 是居高不下的 这个医疗的费用 就是说私家 然后在最新的 2024年6月18日 Business Digest 又发表了另外一个调查报告 就说香港的生活成本 就是纤联外派员工 就是指外籍人士生活成本 是全世界最高的城市 高过新加坡和纽约 所以既然香港这么贵 你说那不如看政府 因为你看看 如果大家记得 肥肥当年大病了之后 都是回来香港看政府的医院 香港政府医院 其实水準也都是相当高的 也有很多政府的医生 他们是想救人的心态 他们没有去外面做私立的医生 或者去诊所自己 自己开业 而在这个政府医院里面 是由早上做到马行 帮人的 不过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这么幸运 可以立即排到 譬如今次这样 我去到眼科医院 我没有放弃政府医院的医疗 去到眼科医院 他都要叫我排队 明明是有些网友说 你视网不脱落是 是感急手术 政府会立即帮你做的 我想他是没有这些经验 我是自己真实的经验 因为我真的去了政府医院 检查用了五个小时 因为每个地方都要排队 到最后 我记得我早上一开 九点钟就去 直至到下午两点钟走的时候 我检查了五个小时 结果都是要我排队 回家等电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TVB 那个新闻透视 《同药不同命》 刚刚播了一个节目 我觉得做得很好 还有很有用的 这些资料是相当有用的东西 一个肺癌的患者 他在香港的公立医院 吃标靶药 大家知道标靶药是公立医院 你都要付钱 是要自己帮税的 一个月是付4万元 我想对于一个退休人士 或者是患病人士来说 一个月4万元是很吃力 他吃了两年 令到他没有了积蓄 结果他现在发现 过了对岸 过了罗湖桥 同样的原厂的标靶药 是说的是五千元 即是香港的百分之一价钱 如果他早点知道这个方法 或者早点可以 大陆都有这些同厂的原厂药的话 他在香港治疗两年的药费 他在大陆可以用到16年 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我们可以用到这些福利便宜的药 另外一个 耳林 大家都知道 那个节目里面有介绍的 他患了一个罕有的肌肉萎缩症 他香港的医疗费 每一年是20万港元 在深圳的香港大河医院 只有1万元 是二十分之一的价钱 因为全香港只有100个罕有病 肌肉萎缩症的病者 不过在大陆有2万多人 因为他人口基属大 他有14亿人 加之 大家知道 《我不是医神》那部电影之后 国家统一采购了 因为我拿着14亿人的 去医院 不是去那个药厂港 我当然港价能力很强 应该仅次于印度 因为现在全世界只有印度多人 比中国大陆 是二价能力高于香港 几万倍的 因为香港人口只有七百万 最后得意是谁呢 现在就发觉 原来可以是这些跨境医疗的 香港的病人 这个节目 我都叫做Open my eyes 我都不知道原来 可能有一天 如果我是需要买 这些很贵的标靶药 那时 我都会用它这个方法 就是跨境去买 所以政府要做一个试点的工程 就是刚刚就宣布了 在深圳的三间牙科诊所 下个星期开始 就可以接受香港的长者医疗券 包括很出名的那间 就是国家要开放 看牙都要开放 那就是朱咪咪那间 代言那间在外康建 我没有看过那间 好像在罗湖城 我听说是 Anyway 这是一个消息 我现在就比较一下 两岸三地的物价和收入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跨境医疗是一个趋势 我吃一碗圆记云饺 我自己很喜欢吃饺子 圆记云饺在深圳 吃一碗20多元人民币 同样的一碗圆记云饺 在香港 无论是不过或是深水埗 都要圆记云饺 香港要62元港元 你算一算 其实是同样的品牌 同样的质素 同样的食物 香港的价钱是大陆的一倍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再比较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台湾 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比较一下台湾的租金 和香港的租金 台湾的租金 如果你比较台北 可能是香港一半 如果我住的台中 是香港的四分一左右 是租金 同样的价钱 例如一万港元 你租一个一个人住的 都可以 市中心的屋 你在台中的话 就是八千元都租到 八千元是台币 我说了台币 即是两千元港元 饭盒的价钱 最简单 香港的两送饭 家里附近有公屋的 那里最便宜的两送饭 是三十六元到四十二元 四十二元是三送 那价钱呢 就是台湾的两倍至三倍 因为台湾呢 好客 好客 好客自助餐 我们台湾就是自助餐 就是那些被人夹的 台湾的两送饭 就是 那个盒子是这样的 一个方形的盒子 有三个小菜 和一个煮食 它会夹给你的 若望呢 就是台中的价钱 卤肉饭 卤肉饭更便宜 卤肉饭是二十几元台币都吃到 即十元港元以下都吃到 如果我吃一个很饱的 很大的饭盒 是六十元到八十元台币 即十几元港元 我已经吃到很饱了 所以在台中我发觉 我懒得自己煮菜 因为外面吃东西太便宜了 因为外面吃东西太便宜了 有一个癌病 由于它用红利供款 没有留意到 工作18年的人寿保单断了 结果它18年的供款 是血本无归的 我想大家有些印象 当中西网报告过这件事 当中西网另外一件案件 报道了 保险有供没赔 即是你能供钱 不然就没得赔 当然也是讲的医疗部 就是一个黄小姐 供保险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填了资料 接着她撒尝的时候 当时那个网络就跟她说 你不要详细申报自己的病例 有贫血病 最后是不赔的 黄小姐说 她当时问过网络 接着说不需要写贫血病 另外一位是郑先生 是确诊了前列腺癌的第四期 亦是索赔的时候 就是诸多楼兰 保险公司说她 申报时的资料不齐全 拒绝被她撒赔 还有第三个案子 是星岛的申诉王 都是一些网友推介我看的 有一个孝顺仔 Marco 帮爸爸买了保险 不过半年之后 他爸爸就不幸患了末期的老癌 约费超过一百万 保险公司立刻 剪掉她的账单 网友就留言了 买保险是保障保险公司 不是保障你本人 买的时候天下无敌 赔偿的时候无能为力 因为 Agent 跑账的时候 叫你买单 有事后的时候 叫你押自己 这些写得很绝核 我相信她是有自己亲身的体验 保单的Disclaimer文字 下面的不保事项文字 小小粒有几万个字 你看看看不看得明白 真的不行 我现在的眼睛是这样的 我怎么看那些字 嘩 这些蚂蚁字 我看到也很暈 然后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这些保险的陷阱 始终保险公司是私人公司 不同我刚才说的 深圳医保是政府医保 政府医保是属于国民的福利 目的不是赚钱 它是一个福利 香港的所有保险公司 它不是福利 它不是善行的 它是赚钱为目的 所以你知道 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保险公司营商的目的 是要赚钱的 所以你应该计算清楚 我就觉得 好像有个网友说 你和保险公司是对到的 你供了二十年 供了五百万的保险 你联取得到五百万 你联取得到一千万 你联取得到一千万 你便赚了 如果你联取不到 你就会营赚了 或者有一个网友说 公共限制是没有公道 所以他就说自己双赚了 因为他发觉自己没有病 总之一天还没埋丹 一天都不知道哪个输 和哪个赢 这张堵桌都很大的 一直到你八十四九十岁 你自己要想清楚 我剛好言覆診,林醫生還說我恢復得很快一隻眼睛 多謝滴雞精 是台灣的朋友介紹給我的食衣唐生的滴雞精 這個我是每天都喝一包的 早上起床就用暖水,輕易一包馬上喝了它 因為它很重要的是,氨基酸是雙倍於普通的滴雞精 因為它用了一隻土雞,是綠葉 台東一個很漂亮的地方,一個鄉村的地方 綠葉的土雞,提驗的滴雞精 亦都很方便,因為我都不是每天都要時間去煮雞湯 這個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提驗的滴雞精 很適合做完手術,或者是老人家身體弱的朋友 去試飲一下一下 我現在都特地拿了一些回來香港 就是賣這隻滴雞精 我將網購的地址寫在說明署 大家可以試一試 這隻台灣的食衣唐 甚至是賣去日本的 這個滴雞精是日本很受歡迎的 一個台灣的滴雞精 很多網友的回應,可以分享給大家 多謝漢先生的分享 這個是Yvang Chen的 超正的信息 我在香港買了一份醫療保二十年 無病無痛,無得拿回公款 現在百公了,二十年工很多錢 一年四十萬港元 現在法國中國大陸的醫療費用 特殊藥的費用 植牙的費用都相當便宜 我曾經在江西旅行跌島 去醫院登記老素苗 膝塗哥治療X光片 身體檢查約費 加密不用三百元人仔 醫生非常細心 知道他香港人得日回香港 親自帶我去藥房 有關的報告同天處理 還可以拿回香港令我很感動 這個很好的分享經驗給大家 我是香港人 這個就是Tiffany 就留言了 我是香港人 我現在供大陸的類地社保醫保 我現在不在大陸工作 一樣可以買 我們買的叫做靈活就業 即是包括兩顯 在類地全職的工作人 可以買五顯一金 我現在在深圳供的每個月 就是一千多人仔 類地的醫保是買二十年就包中心 不過我在深圳見到他只要十五年 以及不用身體檢查才買 我們瑞公問過 他說辦理居住症不用交稅 在哪裏工作就在哪裏交稅 門診一向都可以報銷 說這個很好的分享 多謝你 那麼Tiffany說 我買的社保醫保每個月 是拿回退休金千多元的 這個底 他要拿回退休金 然後一個 這個Gm Lo 各類的社保只要中國公民身份 才可以購買 所以這個都是兩三年前 才可以給香港人購買的 我沒有記錯2020年尾 才可以給香港人購買 之前香港人是不可以購買 中國大陸的醫保的 十分慶幸 我把握機會一次性交了 六萬元人仔 補回幾年功齡的社保 然後按照每個月去交余數的社保 交了15年之後 到了退休年齡 17年辦退休金的時候 只有千多元人仔每個月 現在就已經拿到 退休金2,940元一個月 當初的想法都是想投資社保基金 買一份安全給自己 這個好 未雨籌模 真是抵賺 你現在一個月有3,000元人仔的 中國大陸的退休金 你當年自己為自己 退休計劃得好 很好的一個例子 可以供大家參考 另外另外就問 不可能深圳醫保加上社保才幾十元 霸佔深圳的消費比珠海 我現在珠海供 一個月都要供千多元人仔 過了一天之後 他回覆說 我問了家人 我媽媽的朋友在江門 她說這種價格叫做社區醫保 有工作是不可以買的 是給沒有工作的人買的 所以這麼便宜 叫社區醫保 今天做了一個 Spark Slow 本人買了自願保險四年 每年的保費 22K 即是兩萬二千元港幣 今年九月到期 決定不再逐保 將保費投資在保險公司 股票加收息 作為將來醫療支出儲備 是的 其實如果你是 說真的 好像剛才那位女士說 她工作二十年 工作幾十萬 最後都要停保 她覺得是沒有用到那份 如果你這樣的話 不如自己做投資 我覺得 不過我給這位 Spark Law的建議 就是你投資在保險公司 買股票和收息 不如你自己買 下次如果大家興趣 我再說 如何製造一些被動收入 你買一些穩陣的ETF和Rates 其實你的息率 我昨天也在看 是去到5厘的 很穩定的收入 那 好過交給別人投資 因為我經歷了101事件 我二十多年前 公開武險公司的101 我就知道了 其實錢你要理它 才會理你 你不理你的錢 錢也不理你的 大陸的醫保小病做得 大病尤其是要外國進口弱的 好多不納入的 《我不是醫神》這套戲說明一切 原來他真的沒有看 我最近前幾天TVB的同樣不同命 大陸就是因為《我不是醫神》那套戲之後 中央採購將《盡好藥》納入了健保的系統 一定要看《新聞透視》這個節目做得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Suzanna就說 我爸爸現在要前年線價 每個月的醫療費要三萬多 請問免疫治療 請問要多少錢才支付昂貴的 醫療費用 當你行動不方便的時候 怎樣去深圳和醫生 你可以看看《以臨》的新聞透視裏 他都是推轉輪椅去深圳看 一旦你是馬死落地行 你沒有可能負擔幾十萬或幾萬元 一個月的醫療費的時候 你辛苦一點也要上大陸看 另外我覺得這是一個後備方案 你不需要買了香港的醫保 買了大陸的深圳醫保這麼便宜 40元的醫保就斷了香港的醫保 你可以同時擁有兩份醫保 你可以同時擁有兩份醫保 如果行動不方便 或是很緊急的 或是香港醫保更好 就是香港醫保 選擇權在自己身上 永遠是最好的 不知道Youtube為何推這條片給我 深圳看完深圳人 他是深圳人來的 這位Well Fischer 深圳人看一些留言 滿好笑的 他應該是果瑜的人 怎麼可能 可能老人家居多 在基電概念上 停滯在二、三、四年前 說深圳醫療落後 其實現在深圳醫療已經相當先進了 這次這個可以說是 政府照顧香港同胞的福利 沒有人強迫你買的 是的 他說得對 可能有些人就停滯在大陸 大陸就很落後 香港很先進 不想去大陸看醫生 Mona Mona Lee 政府醫院的急症室 如果不是急症 危險 病病沒有生命危險 不會告訴你 等那麼久 等候時間七至八小時 見到醫生診次 幾十年月事 之後沒有改變 鬼叫你窮 政府醫院 政府是極之希望你自己買醫療保險 所以有這個治療醫保出現了 這個算近的了 你叫你等十天八日 另外一個網友留言 我記得她說 她幫她媽媽排八類像 她要2026年才見到醫生 現在是2024年 她不是看 不是做 她才見到醫生 我也覺得很慘 要等那麼久 香港買醫療保險就是買不過 買的時候就說什麼都包 到你撒賠的時候就說什麼都不包 每個月供的錢 跌到鹹水海 不如自己儲氣 還有很多網友的留言 你好 我是退休人士 Yu Chang Wei 8888 看了這條短片 之前我吃雞煲 牙蜂 我也是吃雞 做過牙齒的修補 想問一下 你深圳做牙科 叫什麼醫院 和地址 網上看到她都是廣告 不可信 我去那間叫深圳太康 太康拜博口康中心 你百度找到她的地址 Anyway 總結一下 今次講跨境醫療 就是因為2024年的現在 這個世界是越來越小的一個地球 大家都會周圍旅居 我認識很多朋友 拿著香港的特區護照 長居日本 或者用那些經營去簽證 或者去台灣 有很多香港人 在香港賺錢 就周末上深圳消費 或者去中山養老 已經跨越了我們父母的年代 就是生於師 長於師 最後病在這裏 最後愈樂歸根都在這裏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是越來越小了 那個界限是越來越微薄 微弱了 所以如果你有大灣區的居住症 或者已經是拿到社保 或者已經在享受大灣區的這些醫療的保險 或者養老金 歡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現在還在病 我還未上大陸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如何申請 有一個簡直說自己 兩個月做六十歲 怕申請不到退休金 我跟他說 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未有實戰的經驗 我要等我的眼睛好之後 我上大陸申請居住症 到時都會拍片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多留言 like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分享 拜拜